在我身边真正发生的跟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我小学同学 我们家邻居你知道吗 他母亲啊一模一样 他们家就原来晾衣服不都晾外头吗 他家那个袜子 就原来这个袜子底色是什么色的 你不知道 又没有一块整部 到最后 当我同学上到初中的时候 他父亲再也忍受不了 离婚了 这是在上海的弄场 在上海 非常现实的事情 就这么省 他妈一开始是铁公鸡 就像他一样 你现在基本上跟铁公鸡差不多了 后来发展到糖公鸡 你知道什么叫糖公鸡吗丫头 铁公鸡是一毛不拔 糖公鸡是走一圈还得沾点回来 就经常会捡一些外面的什么瓶子 其实他家不缺钱 就是这样的一种病态式的 到最后 孩子初中毕业的时候 父母离婚了 就是我隔壁邻居 抠和节约 不能混为一谈 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区别在两点 第一 不能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困扰 还有第二个就是 可以对自己下狠手抠一点 但不能对朋友下狠手抠 这样我们也是一样 我买衣服我从来都是买打折的 多会过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对吧 但是我对我的爱人 我对我的孩子 他们是不打折的 他们全都比我好 就你对自己残忍点没意思 你不能对别人凶惨 所以小伙子 杭州咱不回去了 你原来那过的叫啥日子 咱挣自己的钱 想吃吃 想喝喝 想买巧克力奶 对吧 咱不用摇一摇 不用掺水 咱都原味地喝 离开它吧 孩子 谢谢周老师 女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省钱的目的是干嘛 就是 你准备把省下来的钱 用来做什么 省下来的钱可以 先省着 积少成多嘛 你知道我在之前 看过好几次 省钱达人的新闻报道 我看到了有两个 非常出名的 日本省钱达人 你跟他们比 小屋见大屋 有一个女孩 一天所有的 就是早中晚三餐的消费 才九块多人民币 而你还要给她十块钱 但这个女孩 她省钱的目的是什么 在她三十五岁之前 她要买三栋房 然后第二个 日本省钱达人 她所有的省钱 是用来去旅游 因为她最喜欢 做的事情就是旅游 他们省钱 都是有意义的 他们的意义 就是他们最后的目标 我要过 我想要的生活 我要去旅游 我要去见到 更广阔的世界 那你省钱的意义在哪里 刚才我问你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出来 省钱的意义 还要一个 我想告诉你 刚才我所说的 这些省钱达人 他们并没有结婚 他们也没有谈恋爱 因为他们自己 没有找到 跟他们齐头并进的 那个人 所以他就是 自己做就好了 而我想 如果他们真的 能够找到那个 跟他们共同 愿意一起省钱的人 可能这就是 赵川老师说的 生活是有乐趣的 我们两个 共同比一下 今天我们花十块 明天我们 可不可以花九块九 省钱要省出乐趣来 你不能让省钱 让你生活变得很苦 特别是你的省钱 你自己没有得到快乐 你最爱的人 他也没有得到快乐 你们把省钱 变成了生活当中 制造矛盾的机器 这个周老师劝 你的男朋友离开你 我倒劝你离开 这个男朋友 他不适合你 你就应该找一个 适合你的人 恋爱是要欣赏的 没有欣赏的爱情 就没有味道 所以去找最爱的人 离开他 老周家的人 观点一致 啊